就像拉肚子一样,这辆煞车边转弯,车尾边卸出一大堆废土,当场就把三线道统统铺满。 司机只觉得车身怎么越来越轻,即便它已经紧急在路边停下,但满车的废土还是持续从车尾露出来,根本止不住。 事发现场,灰色的烂泥巴把车道整个站满,斑马线也被淹没,其他车辆要过也是统统被挡住。 紧急调来两台推土机同时作业,要把地上的废土铲上其他货车,赶快畅通道路。 当时警方忙着疏导经过的车,因为现场已经塞到附近的生命纪念馆,甚至到青山路的车辆,全都无法动弹。 很夸,就没有塞过这么残过,然后一直到11点多的时候才疏散。 大概一个多小时吧。 大概塞到哪边啊? 就塞到七段那边去了啊。 早上9点半这辆载满废土的沙石车,左转要进入新北大道时,疑似车头卡水没拴紧,松脱喷飞。 车上废土直接从车尾泄了出来,把三线道统统占满,还导致新北大道严重塞车约2.5公里。 花了两个小时到11点半才把废土清理完。 警方将会对下车车临行驾驶一道交条例中,货物、渗漏、掉落、开除最高18000元罚单。 而环保局也已经依废弃物清理法污染地面,确定开罚4800。 卡水为何松脱还要厘清,但这一漏也带来两小时的塞车噩梦。